他沒有覆蓋?我task了他 他在忙著 行了…開始了 可不可以靠一點? 可以 親密一點 我已經觸碰他了 再親密一點點 有東西了 哪一張好? 你拿這張好 不是,我拿這張 不是,你拿這張 不是,你拿這張 不是,你這樣拿 2015年… 對不起,你可以嗎? 還可以 要遠一點點 你拆開一點點 上個星期 林鄭就說 自己會用自己一個直言的官員 日後發言的時間會更加有技巧 免得被人覺得她是擺人上台 結果她的技巧就出現了 今天她的回應就是 民主派議員有這種情緒 是不是有少少出於妒忌呢? 她將這個技巧,是什麼技巧呢? 她將一個公務的關係 即是一個議員跟她商討政策的改善 或者一個動議人跟她商討政策的補獲 視之為一個私人關係 會出於妒忌 我真的想問 妒忌見你這麼重口味? 即是你這種說法 即是你這種說法 真的有時候 不是只是屈了我 不是屈了民主派議員 她反過來屈了建制派議員 就好像搞到人家很仰慕她 那些是癡漢來的 很想見你 我們就沒得見你 於是我們出於妒忌 這個完全是一個 有失斯文的一種說法 真的很令人失望 我想說 作為一個社福界議員 作為一個原動議的動議人 我覺得我約見林鄭 是一個公務的關係 在討論一個公共政策 並不是一個基於任何個人情緒 個人情感的問題 在她的說話裏面還有一句 她就說 如果有重要的議題的話 她會約跨黨派的議員見面 今次她沒有約跨黨派議員見面 只是約了建制派議員見面 難道她覺得收緊長者的忠援 不是一種重要的議題? 難道她到今天這個時刻 她仍然覺得這個 欺貧怕富的態度 或者是對於貧窮長者的剋駁 不是一件重要的議題? 所以她只是約 建制派見面就可以搞定? 我覺得林鄭這番說話 其實是相透了長者的心 亦都破壞了 和民主派議員的關係 這不是一個大將的所謂 亦都不是她一個 管治新作風的一個表現 好 我就不知道林鄭是有沒有政治化妝師 但是她上任的時候 一再強調她是會搞行政立法關係的 但是今時今日她真的露出最絕劣的馬腳 她自己露出尾巴 你看到她不單止是 完全是說話失禮 她是去到那個程度 是聊交喊 聊交打 她自己首先是親疏有別 大勢超 大勢超完畢之後 現在就擺明是跟你聊交喊 對的了 去到這樣的狀況 你就真的不其然想到 是不是走回梁振英施政 那種姿態的舊路 是真是梁振英2.0來的 你現在去到這樣的地步 你是被人覺得 現在的我們明明在說 是一個縱緩福利權利的問題 她就去到 擺明是政治層面的 她是要跟你玩東西 說俗一點就是玩東西 為什麼呢 她是狗急跳牆 因為兩個很重大的議題 一個就是我們長者 新領縱援的年齡 忽然被她提高 第二就是三歲分流 兩個民生的議題 都得不到立法會議員的支持 尤其是她那些建制派的議員 她很難跟北京老闆交代 所以她急不及待地 快點討好建制派先 那些民主派 見不見都沒有所謂 我先有空 我現在日程比較緊張 不見了 然後我們說見不到 她說我們妒忌 這些不只是幼稚 是絕裂 是不能接受 是完全沒有一個所謂行政長官應有的風範 第一呢 這個一定是重要議題 因為如果不是重要議題 沒有理由特首自己宣佈 這是一個很開玩笑的說法 如果這個重要議題 而有新的政策 而政府的責任 是應該要向所有的議員去簡報 和爭取所有的議員支持 這個很常見 所以她就在公佈之前 如果她覺得是 向外公佈之前 就和議員 即是市民的代表 先做簡報 爭取他們的支持 那她就應該約見所有的議員 如果她時間緊迫 她就可以找其他官員分工都可以的 不是一定說她的 因為可能是羅志光 或者其他 甚至陳國基都可以的 但問題就是 她的選擇就是 見一部分議員 不見一部分議員 這個呢 就真的是蒙宏靖所說的 她回到梁振英 那個時代 即是 有一班她覺得是議員 另一班就不是議員來的 不就是當仇人 然後呢 她這樣是什麼呢 她不是 是我的影響 而是我們這班 民主派議員 是代表 至少一半的市民 進來這個議會 所以你其實 就不需要 跟代表一半市民的議員 去簡報 我覺得這個就是 就是 你已經做到 已經是走火入魔了 已經是 就是 回到以前什麼親疏有別 最後一點 她說妒忌 這個好笑 阿俊說得 陰默一點 但是實際上呢 重要的就是 政府 是應該向所有議員 去簡報 新政策 就不是說 我妒忌你向他去簡報 根本就是你的責任 就是向所有議員去簡報 你對一代表 至少一半的市民 的議員 市民的代表 不去簡報 其實就是 當一半的市民 是死的 這些代表 你算是代表 我不需要跟他簡報 我覺得 做了 AO這麼久的 林鄭月娥 沒理由不知道這些規矩 這個是很簡單的 政治的ABC 至少是體統的問題 但是現在他選擇這樣的話 就是選擇什麼 一刀兩斷 劃清界線 就是以後 怎樣 這些是仇家 是吧 那究竟 這個是不是中央的意思呢 因為他自己 原來呢 就是 什麼得寵 最近你說 爭寵 得寵 他已經得寵 所以就打算有 習近平照 於是怎樣 當民主派的 不需要爭取 當他死了 這種心態呢 我覺得 對將來 以後香港的和諧穩定 是絕對 是非常負面的 Fernando先 好嗎 Fernando過來 我知心 就 有一點 我想重申 今次的事件 其實我們沒有興趣 是跟他爭拗 見誰 他說 不見他 會不會不舒服 其實老實實 我見他是很不舒服 不過呢 我覺得都要爭取去見 就不是說 因為我想見他 而是這件事 本身 是牽涉到 在香港 數以萬計 六十至六十四歲 的長者 將來的 一個 應該有 尊嚴的安排 我也都不想這件事呢 被一些政治的小動作 林鄭做的小動作 影響了 因為他現在 提出來的幾個方案呢 其實都不是 我們的要求 我們的要求是要撕回 這個方案 他這幾個做法 是他自己的遮醜報 因為他所有的替代方案 都不能夠還原回 包括是要一些老人家 去做一些所謂 能不能夠做事的審查 包括要他們過個月 要去見社工做一些是好 令他們呢 是覺得是不舒服 不安樂 甚至是侮辱性的一些做法 亦都是我想重申一點 林鄭上場的時候 她企圖做一個形象 就是她跟梁振英 是有不同 是很希望做一個所謂和諧 怎樣行政立法 改善關係 她是一個 帶頭破壞行政立法關係的一個人 她是令到香港更加不和諧的一個人 她令到她自己的管治更加難 她是難辭其咎 好 好 三點 第一 我們是不收貨的 因為這個呢 沒有包括到很多現在 長者有的一些特別津貼 包括了牙科的津貼 眼鏡的津貼 搬遷津貼 租金按金津貼等等 第二呢 就是 她說這個是一個就業支援津貼 我就想問她 如果六十歲以下 一樣是積極在找工作的中援人士 是不是應該 一樣有一個就業支援津貼呢 為什麼六十至六十四歲就有就業支援 六十歲以下的健全成人 就沒有就業支援 請她解釋 第三呢 她點名說我和邵家津議員 都曾經有就住民生問題 若見她呢 她是會見的 其實不單止我和邵家津議員 我們昨天全體的民主派議員 很清楚是約見她 她不見 她很忙 但是她見了建制派 這個呢 很明顯是她騙庭 是她要製造一個政治的show 告訴市民聽 她聽建制派的意見 跟著 就願意 有少少修正 補獲 這一種這樣的 絕劣的政治技巧呢 我相信市民 看在心裡 都知道這個 這樣的政府呢 已經是無可救援 我想大家都明白到 今次那個長者的中援制度改變呢 是一個絕對在社會制度來說 是一個倒退的 而且是一個大倒退的制度 既然這樣的話 怎會不是一個社會的重要議題呢 如果是一個社會的重要議題的話 沒有理由 我們鬥的政府呢 不是面向社會 而只不過是面向某部分的議員 我們絕對不是妒忌 你見哪一個 我們根本覺得 沒有什麼跟他爭寵的需要 但最重要的問題呢 就是你這樣的行為 告訴我 原來你在政治上高 那個派別上高 你已經有了選擇 原來你在政治上高 原來就有了偏見的了 即是說呢 以後裏面來說 你就不用理 另外一些不同意見的議員 你只是這些東西呢 是拉攏 跟你同意見的議員的而已 而這樣的做法的話呢 其實 是會是客觀上高 會分裂這個社會 將社會 都是將政治不同的人呢 就各自分開 是走回梁振英的老路 梁振英當年就是 令社會撕裂 令分化 難道今天這樣做法 不會有這個後果嗎 我覺得林鄭月娥 你說要是 搞一個和諧的社會 正正好 就是自己掩蓋自己的巴掌 怎樣和諧呢 你就是搞分裂 搞這個分化 這個做法 這個做法裡面 說呢 不單止你做不好這個行政立法的關係 而在議會裡面來說 都是不變的惡化下去 我覺得 你真是不配做一個特首 我講很短幾句 第一呢 我看回林太的競選政綱 他就說 需要引入日本自身風格 港納民意 謀求較大的社會共識 他的競選口號呢 是 We Connect 現在變成了 We Disconnect Disconnect 我現在 再想回那個 We 我想是有個意思的 We establishment camp 我們建制派 就有connect 和其他 民主派 和我們代表的 最少過半的 香港民意呢 是disconnect 這個就是 林太的管治新風格 他說我們什麼妒忌啊 其實和他見面 一點都不好受的 他那種官威呢 是相當令人反感的 我是完全不會 羨慕 建制派的議員 要見他 不過因為 這個涉及 道記 我好像羨慕 總之我是 因為 今次的 縱門問題 涉及重大的 公眾利益 和很多老人家的福祉 我們職責所在 是應該要見他 反映民意 他就說這個是 道記 這個是不能夠接受的 好 好 我想請問 她可能不可以回答她的老闆 所以她只是太习近了 去避免她的民众或她的朋友 我不知道你叫她的 而她是完全冤枉她的事 但你认为她的关系 与民众的政策和政策 法定人數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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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法定人數不足 法定人數不足 法定人數不足 判案 法定人數不足 這是一個假的折衝方案 我們要的是真正的國智 好 謝謝